问的第二个问题 若一位行者已经受大威德金刚法的灌顶 但还没有受到第三观 是否可以修持大威德金刚念诵法 据说唯有第三观的行者才可以修持大威德金刚念诵法 有没有这个讲法 应该没有吧 没有这个讲法 你已经受了大威德金刚法的灌顶 但还没有受到第三观 第三观很不容易受 坦白讲 第一个第三观一定要修正到无肉 要修到无肉 修到第三观还要开悟 要见到开悟才可以受第三观 见到开悟懂得空性 跟无肉 这两个基本条件才可以受到第三观 那么修持大威德金刚念诵法 是受了大威德金刚法的灌顶以后 你就可以修持大威德金刚念诵法 这是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